台南市围灌大楼倒塌造成严重伤亡 检方持续追查围灌大楼倒塌的原因 而大楼的结构设计图最近也曝光了 当初申请建造到完工期间 大楼变更设计内容是否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将会由鉴定单位一并鉴定 本署针对台南市永康区围灌金融大楼倒塌一案 目前已完成该大楼所取样的所有尸体 将送实验室来做鉴定 这个案子我们只要相关的人有涉及的 或是有参与的 不管是建设公司也好 或是相关的单位也好 我们都会一并传讯来说明 以便我们了解案情 不知打掉结构墙的问题 建商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 一楼到五楼的钢筋施工严重缺失 也是追查重点 南检相悦主任检察官陈建宏说 本案的建筑图说以及申请资料 已经全数调阅作为侦办依据 并且将所有取样的尸体送实验尸体 也会调查相关人士和单位 连续两天共传唤7名证人 包括围观建设和营造厂 过去和现在的员工进行深入调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